烤马蜀 上期点菜去点的 正好我还没做过 搞一下 先来两颗鸡蛋 然后加入200克马蜀玉拌粉 这个粉在哪都能买着 咱这个配方就按照它后边给它来 咱是用了一袋200克 所以这些东西都乘二 水我给它换成了牛奶 40克牛奶 感觉比水更香 室温软化的黄油 以前它软化的太慢了 我拿去盯了一下的 结果就化的有点夸张 但是应该也能用 接下来就是搅拌均匀 蛮简单的 蛮简单的 没什么操作 然后我感觉现在做的甜品 没什么很难的 咱也是有点实力了 只不过有的感觉麻烦而已 给它们搅拌至无干粉状态 怎么感觉有点坏 这粉是不是感觉有点少 还这么稀呢 我这粉都放完了 然后就可以戴手套揉它了 给它揉到表面光滑的状态 现在这个状态 你揉它肯定感觉它很黏 你可以捶它几下 你快速的捶 跟它这个接触的时间很少 它就不会黏 它就黏不上 它没有反应时间了 揉了两三分钟 揉成这种表面光滑无颗粒的 微的黄宝石 我打算做个奥利奥麻酥 所以我们再加点奥利奥碎 给这个奥利奥碎 给它揉进去 感觉很好吃的样子 它现在这个状态像橡皮泥 哇 这个奥利奥这个香气扑面而来了已经 OK 它现在变成了表面不均匀的麻酥球 让它在这静置个十分钟 我们就可以搓球了 时间一到 我们可以给它搓球了 揪下来一块 给它搓成麻酥团 哇 好软和啊 25克 差不多25克一个吧 搓成个小圆团 差不多25克一个 放在这个烤盘上 不是 这个也挺简单的 这个小玩应该是烤完了到时候它会变大 不知道它烤完能变多大 所以咱们尽量给它留的空隙大一点 中间这个空你们应该懂得 整个大的来个巨型麻酥 大王放中间 OK 上下火175度烤个25分钟 拜拜 趁现在我们再打点奶油 等会儿给它挤到麻酥里头 奶油里我们再加点刚才剩下的奥利奥西 这奥利奥西纯手打的 再给它搅拌一下 OK 奥利奥奶油 奶油我们先给它放几个裱花袋里头 等会好挤进去 马鼠已经好了 超巨大马鼠 好时尚 先不碰它 先看看其他小的 有点糊 这不是奥利奥 这个马鼠应该是空心的 看看它是不是空心的 它不是空心的 但是感觉还不错 尝一口怎么样 奥利奥马鼠 是那个马鼠味 挺好吃的 除了底下有点糊 而且它吃起来有点像奥利奥饼干 像那种烤饼干 但是同时 它里边又有马鼠的柔软 简单来说就是烤过头了 外边的干嘛 当然它是好吃的 它是好吃的 就有成块的奥利奥碎 先拿一个小的挤奶油试试 这么黑 在它旁边捅一个孔 然后把我们的插进去 注满奶油 我第一次用这个嘴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用 这块怎么崩开了 我已经注不动了 它里边是不是已经满了 我看一下 它确实是能出来的 但是我再注一下子 爆了 头爆了 这啥 这不太会用这个 为什么 但是不管咋说 咱们做完了一个 我给它横切开 看看里边注的完不完美 如果成功了的话 我们就注大了 OK OK 感觉是乱七八糟 而且有点化了 因为马鼠还热着 马鼠还热着 我怎么感觉我马鼠的组织 看着不太好 正常马鼠烤完了 里边应该是空心的 我这很怪 我是想给你们拍那种 夹心马鼠切开来的样子 但是很明显 我这个小头 买回来 我不知道怎么用 不知道怎么和 这个裱花袋组装 咱就直接给它切两半 然后往里头抹 行不行 正好看看 这个大马鼠里边的组织怎么样 这个大的很软 它不像那几个小的 已经烤焦了 别人都是 整个马鼠是空的 它怎么就空一半 这底下怎么还这么多面 既然注射的方式不行 咱们直接给它切开之后 再注入 天才 就是现在有点烫了 它化得很快 这个奶油 怎么样 还不错 这次做的马鼠 可以说是成功一半 它这个大的应该可能 再烤一段时间 尝一口 太爽了吧 这一个大的顶 外边四五个 咱说实话 底下这块马鼠也很软 它都已经熟了 有点像吃馒头 很软 很鲜 我再切一个小的 看看 哦呦 实心的 跟那个小曲奇似的 也挺好吃的 说实话 反正我不挑实 它为什么不是空心的呢 怎么是实心的 摸点奶油吃 蘸点奶油吃吧 咱自己在家吃也不那么麻烦了 OK 如果想门进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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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